还记得这个18年前跟胡瓜一起拍摄 沐浴如广告一怕而红的混血儿小童心欧阳吉斯 他现在长大咯 而且再过几天他就要大学毕业了 看起来哇满脸的烙腮虎 现在他因为怕了毕业就失业 所以他从大一开始就开始将了英文家教累积教学的经验 现在他已经是竹科园区有许多大老板御用的英文老师了 还记得18年前这支广告吗 妈咪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洗 孩子总要长大 让他自己来吧 洗完妈妈要检查哦 只要按下洗前面 按一下洗后面 画面当中动作俏皮活泼可爱的混血小童心欧阳吉斯长大了 只要是下课 班上外面就是一排人在那边等 就是那种打开窗户都要把你 就是要把窗户打破冲进来那种感觉 在等你干嘛 就等我前面 QQ头烙腮胡加上低沉嗓音 台湾英国混血儿已经24岁的欧阳吉斯 再过几天就要大学毕业了 而现在的他可是一位英文老师 专门在竹科教工程师 所以我必须要就是课前准备 就是要做比较完善这样子 比如说一些谈判啊 或是一些简报的一些课程 我就必须把它收集比较完整的资料 我比较好玩的可能是在那个社区大学教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社区大学里面就是一些老阿公老阿嬷 他们就是比较不会讲国语 所以我必须要国语英语 然后台语一起就是参在一起讲 这样你有赖吗 就是三个语言就是混杂在一起了 就怕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失业 欧阳吉斯大一开始就当起终点费家教 从每个小时600元开始交小朋友阿公阿嬷英文 累积经验之后再开始教成人商务英语 并且接case翻译赚赚稿费 中文英文台语三圣代同步教学 过去的小童心欧阳吉斯古教界闯出一片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